有事没事来借钱不借就骂人 我又不是银行 我们自己的生活难成什么程度啊 大家好我是越南小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家的亲戚要来找我借钱 我有时候 我自己想想嘛 我是不是他们的银行 没钱的时候就来找我借 然后呢 借不到钱的时候 要说各种各样子的难听话 他来他是这样子跟我说的 小秋能不能给我借一点 我老公他侄子那边准备结婚了 然后呢 我没有送他们一点礼物 但现在手上呢 也没有什么钱 因为没有出门嘛 所以就来找我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几年和我老公也就是在家 也没有钱向他们想象 我们这几年小孩子还小嘛 然后呢 我们就在家卖一点面条 维持现在的生活 为了能够在小孩子的身边陪他 到他大一点的时候再打算 有时候我真的很烦的 你不给他借呢 他要来说你 哥准备去哪里啊 去念车 哦 爸爸一起念车 准备考驾照了 是不是 啊 老公呢 嗯 你马上去还是 马上去啊 我我想跟你说话几分钟 好吧 你说吗 哎我姨妈他女儿要来找我借钱了 不借吗 没有说没有了就行了 我有跟他说是没有了 现在我们比谁都还老好 其他没有 我知道我这是绝对不会给他借的 你看 我我感觉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你看现在我说话 我都感觉不想说了 想着他们 我感觉自己的心情特别难受 我昨天我想了想我都哭了 干嘛 他来给我借钱 然后呢 我自己这里没有 然后我就去问我朋友说 你有没有钱先给我借一点点 我表姐那边需要 然后他也说他老公打工 还没有发工资也没有 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姐说表姐暂时呢 我还没有呢 然后我朋友这边也没有 然后他就说 在我最难的时候 问谁谁都说没有 他问了几个子女的 也说没有 到我的也说没有 他说可能我在这边的话 比他们在那边的条件 肯定好一点点 每天都能赚钱 然后我就说没有 像你这样子想的表姐 我爸他们修那个厨房 我老公他也打回去了 现在我们真的没有 他他他就生气 然后没有回我信息 怪不得从昨天我看你好像就感觉不对劲 原来是为了这个事啊 是啊 影响我的心情 老婆 他还说 是不是你们钱在银行不方便拿出来 不是这样子 是 确实没有了 而且呢 你看之前我们借好多亲戚的 都还没收回来 是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嗯 他们就说我 在这边可能条件比他们那边更好 天天都有收入 我天天都有收入 那我小孩不用吃的吗 真的是 那我自己的不用吃的吗 如果是 有什么急事 我倒是可以想点办法 如果不是什么急事的话 那就没必要去借钱了吗 如果是你爸爸他们要的话 我会想办法 啊 搞一点给他们 那我们自己的还跟 这边的爸爸妈妈借钱住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己的生活都一粒鸡毛了 还有能力去帮别人呢 我拒绝他了 然后他生气我 知道吗 那生气就生气嘛 帮我什么事啊 那那时候我结婚 他怎么不给我买礼物啊 他怎么不会 从那边打过来的 给我买东西啊 那现在是他那 他老公的侄子 要不是我的侄子 我也想一想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跟我老妈说 哎 你去跟表姐说 我也没有 我也养小孩啊 我跟他们都一样的 把你当傻子了 有事没事来借钱 不借就骂人 我又不是银行 哪里有那么多钱 就借给他们啊 我们自己的生活 难成什么程度啊 他们就 他们就感觉我在中国 很有钱了 很有钱 就算我很有钱 我不借他们 他们也不应该骂人了 不应该生气说 这样说那样子的 那我们难的时候 找别人 别人也没有借 确实 我又没有找过他们 关键是我 现在也没有了 以后这种事情呢 我也不会再伸手了 因为 我也要生活 我也要为了我们的未来 去考虑 你给他 第一次 他会问你 第二次 算了 你别管这些无聊的事情 我要我要去练车了 啊 而是你爸妈的话 我 多多少少 我不想点办法 就是因为你对我爸妈好 然后他们以为就 来问我就很好问呢 知不知道 没事 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得要是爱人的 你怎么办呢 我